很簡單 跟大家報導一個消息 美國輝瑞公司首席執行官 新冠病毒檢驗結果揚升 當地時間8月15日 他表示目前正在輕微 正在隔離和遵循公共衛生預防措施 之前他已經接受了4針輝瑞疫苗 打了4針 照樣感染 這個大家已經知道 即是說打了疫苗 不是一定感染不到新冠病毒 只是感染之後 你的反應會是症狀輕微 連製藥廠的大老闆一樣感染到 也看到一個奇怪的事 現在同一時間 美國的國防部長 也宣佈感染到新冠病毒 試測結果揚升 我突然說 美國不是躺平嗎 為何這些高官會做這些檢測 而且檢測之後 他們是會隔離的 不是應該上班嗎 這個我不知道 只是奇怪 如果大家有答案的話 即管留言